8月30日,在CNBC与巴菲特的88岁生日报谈中,股神表示又买了一点苹果股票,并对iPhone大为赞赏,数亿个人生活离不开它,这么棒的产品定价太低了。 巴菲特还表示,我有一架飞机,花了我很多钱,大概一年一百万美元,如果我使用iPhone我经常使用iPad,如果我像我所有的朋友一样使用iPhone,我宁愿放弃这架飞机。 股神的思路果然异于常人,巴菲特自称又购入一些苹果股票。 伯克希尔在8月14日,提交美国SEC的报告显示,今年二季度增持了1238.82万股苹果股票,总值不达到2.519亿股,截至二季度末价值为466亿美元。 iOS用户的各种游户账号,都在苹果App Store,照片视频都在iCloud,苹果用户确实离不开iPhone。 苹果正式向媒体发出函,新一代iPhone发布会,将在9月12日举行。 外媒成本次发布会将推出三款,6.1英寸LCD版,5.8英寸盒,6.5英寸OLED版,名称为iPhone XS。 屏幕尺寸更大,6.1英寸和6.5英寸两款手机支持双卡双胆。 问题来了,大家愿意放弃飞机,还是iPhone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中方的 75.1英寸和6英寸。 小冠古典和6英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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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指数分装入的5英寸和6英寸和6英寸和6英寸、墙的幻子。